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就是说在从他的出生 到他成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这个令向如都是地位很低贱的人 这个素不是用来表示判断的 下面这个为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学者说这个为 很多情况下只能翻译成是 比方说引考书是引古封人 有的同学说这个为可以翻译成做呀 担任呢 但是下面这个例子呢 就麻烦了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谁是你的老师啊 因为子录见到贺调老人的时候 劈头就问了一句 子贱夫子乎 没头没脑 是不是 所以这个贺调老人就反问了这么一句 这个为当然不能理解成是做或者是担任的意思 我们说上古汉语的为本身就是一个词汇意义相当广泛的一个虚动词 它本身的词语非常宽泛 因此在一些特定的语境下 它确实跟现代汉语的细词是 是一样的 但是从它整体的使用情况来说 它还是一个动词 不是一个细词 好 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古代汉语的是 是一个只是代词 它不能够表示判断 不过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王立先生在1937年写中国文法中的细词 通过大量的立证 证明了这个细词是怎样从一个只是代词演变而来 把这个过程描写得非常详细 而近年来 语言类型学的调查结果又表明 人类语言当中 很多这个语言的细词 都是由只是代词演变而来的 有一位美国学者曾经根据400多种语言的调查结果 证明 语言的细词 大部分是从只是代词变来 有的是从焦点标记变来 有的是从语细词变来 那么汉语是属于从代词变为细词的一种语言 那么诗能够从只是代词演变为细词 一个前提就是它经常用来复制原文 就是做判断主语用来复制原文 大家看论语里面的几个例子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讲是演习的意思 这讲就是讲武堂的讲 文艺不能喜 不善不能改 这四个方面 是我所忧虑的 我所担心的 这里面文艺不能喜 意就是应当做的 意者已也 听得自己应该做什么 但是不能改变自己过去的习惯 还是 这个 言习 就习 下面一个例子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之也 是之也 就是说 这 能做到上面 这种 这种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这种很老实的态度 这就是 知 这个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 真正的知 一种认为这个知就是知 有智慧的表现 最后一例 《论语理人篇》里面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用翻译 这三例 我们排比起来看 很有意思 第一例里面的诗 富与贵 富与贵 四个小句 第二例里面 这个诗 富与贵 富与贵 而第三例里面 这个富与贵 实际上 是一个 名词性的成分了 本来 就不用再富与贵了 富与贵 人之所欲也 富与贵 乃人之所欲也 都没有问题 但是 用了 跟上面两个句子 平行的句式 那么就凸显了 富与贵的话题性 就说到 富与贵这种东西 这是人们 所希望得到的 所以 如果是富与贵 人之所欲也 就整个语气 比较平 用一个 这个 带词式 富与贵的 这样的句式 那 语气就很强 这样从 语言的角度 所做的分析 是大家在 读古书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 也就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法 如果是 我们不知道 这个诗的 复制功能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 没有办法去明白 孔子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用一个诗 去复制一下 前面的话题 前面的这个主语 从这个时代上来讲 王立先生认为 诗 作为判断词 或者是细词 应该是 产生于 西汉时期 到六朝时期 这个诗 就取代 其他的形式 成为口语里面 汉语口语里面 表判断的 主要形式 最成熟的时间 应该是在六朝时期 我们读诗说新语的时候 会发现 其中杂用 是和其他的形式 但是 这种杂用 我们可以把 其中的层次 分得很清楚 如果是用也 那是带有很强的 防古的 这个特点的 就是它需要 我们可以把 这些句子的 出现条件 看得很清楚 但是 如果用诗的话 很明显是在 叙述性的话语当中 这个比较早期的例子 诗作为判断词 出现在 史记里面 那么 韩非子里面 有三例 战国策里面 大概有 六例 而史记里面 有十几例 史记刺客列转 此必是 欲让也 前面有一个 必 很明显 这个地方 诗不能再看作 是父子的代词了 因为 主语本身 就是一个 只是代词 客人不知 其事伤君也 这个句子里面 其事伤君 作动词之的编语 不了解的内容是 这个人就是伤君 所以我们看到 其在这个地方的语法功能 跟上古汉语 也不一样了 上古汉语的旗 一般只能用在 定语的位置上 而这个旗 已经放在 出现在主语位置上了 既然是在 这个宾语的位置上 因此 其中的这个式 我们只能看成细词 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曾经以中国语文 作为主要的阵地 发生过一次 细词词究竟是 什么时候产生的 这样一次讨论 那么当时影响比较大的 有任学良先生 和徐德安先生的文章 他们的文章 没有发表在 中国语文上 但是这个影响比较大 因为这是两位老先生 他们的主要观点 就是任先生的文章标题 所显示的 就是判断词是 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了 并不是到西汉才有 这方面的文章 一共有十几篇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自己找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从网上 搜集这方面的文章 非常方便 我们看一下 这是徐德安先生 分析的很细的一个例子 就是《论语微子篇》里面 子璐去问金 那一章 隐居者就问子璐说 是鲁孔秋语 徐先生说 这个是毫无疑问 是判的词 是鲁国的孔秋吗 子璐回答说 是啊 然后 这个银者又说 是的话 那他就晓得渡头了 这是徐先生的翻译 是的话 那他就晓得渡头了 然后 徐先生分析完了以后 就质问王立先生 这样的事 你都不承认是判断词 可见 你这结论是 站不住的 好 这三个事怎么看呢 该怎么看呢 徐先生刚才 这样的论证过程 在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那 梁航元说 是先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 在翻译的时候 用翻译代替了语法分析本身 那么 如果我们不把这三个事 看成是细词的话 看成只是代词 又应该怎么去做具体的分析呢 按照郭熙良先生的意见 古代汉语的只是代词 最起码可以五分 禁止用词 中止用试 原止用笔 或者是笔 那么除了这三分以外 那么还有特指 用旗 泛指 用直 这个直的泛指性 我们在讲文选的时候 曾经做过讨论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好 有的东西说 这样的分太复杂了 其实 我们假如 看一下其他的语言 就会发现 这种多分的系统 很常见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 像三分的系统很多 日语 韩国语都是三分 主要是离说话人近的是 禁止 那么如果是离说话人远的是远止 如果是 如果是离这个说话人和听话人 都远的 那么他就会用中止 就是这个 远止 主要是从听话人的角度来看 离听话人比较近 这个多分的系统 在现在的 民族 这个中国境内的民族语言当中 很常见 比如说状欲里面 这个可以是 水里游的 用一种指代形式 天上飞的 用一种指代形式 说过去的事情 用一种指代词 说现在的事情 用一种指代词 这种多分的系统 在 如果我们把眼界 扩展一下 会发现 一点都不少见 即便是现代汉语方言 有的学者认为 苏桌化 到现在还是三分的系统 古代汉语当中的 中指代词式 经常会用来指 这个比较抽象的事物 这个抽象的事物 那么它既不好用近指 也不好用原指 因此会用一个 特定的指示代词来承担 比方说 刚才这个 潘子豪举了 整个这篇文章 所在的那个语解 实际上 这个事既不是 这个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 也不是从这个听话人的角度来说 而是从一种复制的角度 你说的这个孔秋 这个人是鲁国的那个孔秋吗 是复制前面的成分 这种复制成分 经常是用氏来承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